铁着曼泰国真离大夫了 就我和我妈想去那个巴蒂亚玩几天 然后我正定那个街机那个车呢 然后社团就问我 需不需要警察来接我 行我翻身来我抓起来 结果一问我才知道 这是人的服务 就只要加钱啊 就当地的警察开警车来接你 还可以给你开道 就警察开车 跟我们前面哭 跟我们开道 我就不堵车了 就真够闲的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铁着曼泰国真离大夫了 就我和我妈想去那个巴蒂亚玩几天 然后我正定那个街机那个车呢 然后社团就问我 需不需要警察来接我 行我翻身来我抓起来 结果一问我才知道 这是人的服务 就只要加钱啊 就当地的警察开警车来接你 还可以给你开道 就警察开车 跟我们前面哭 跟我们开道 我就不堵车了 就真够闲的了 然后我问了 警察开警车是七千太多 开摩托车是六千 主要是我也没见过啥样 我就一样都点了一个 走吧 咱先去这个泰国 带你们见见警察 人们太吓人了 我们刚下飞机 就看见警察 哇塞 天呐 我以为警察是在门口接机 结果在飞机下面接机啊 咱就是说 本来以为的警察叔叔 就是带我们走下机场 结果办资料的时候 他哭啥把门打开了 不用排队 我还在签证五分钟就办法 去行李也不用猜对啊 也不然马上就能看到 我订的警车和警摩托 哇 哇 这个是我们的车 这个是警戳 这个是警摩托 这啥车 我这家警察有点帅啊 谢谢 姐姐们 她说我可以坐警车一起坐 谢谢 我这辈子第一次坐警车 真的是一连都不堵城了 她一拉那个警机车就躲到楼里了 我们好像到了 铁门太狠了 这本来三个小时路程一个点就躲了 行了铁门 今天就这样省着了 我打算和我妈早点睡 明天一起看一个巴迪亚的VAP大秀 我订阅 我订阅 你俩 你俩 都好